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呢 是在影视亭前地 等一下呢 跟着我一起 环绕整个内港码头 然后我们再回到 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 跟我一起吧 沿着新马路走下去 就是澳门最繁华的街道 走过一间间的珠宝店 你会看到一家 古老的中国当铺 现在已被建成博物馆的 得逞案 是民国六年开设的 一间当铺 这间当铺的格局 无论是从外形建筑设计 或是内部陈设安排 都按照明初时期 中国当铺的基本模式而设置 旧时呢 是急需现款的人士 经常光顾的地方 旧式的大档或者是大案 通常在相隔一长形冷像的 当铺后面 建有多层货楼 为了保护受压的货品 建筑物的结构 要求比较坚固 因此 它的外形与其他建筑物 会有所不同 我们往回走 穿过这条小巷子 你就来到了福隆新街 昔日的烟花之地 经过重新粉刷 现在已经恢复百年前的外观了 建筑的正面 以及白叶窗 都是红色的 走到这条街的尽头 你就会看到 著名的佛校楼餐厅 据说它是澳门最古老的餐厅 沿途还有很多店铺 以及澳门传统的饼店 出售咸鱼 澳门特色糕点 以及名炉烧烤的牛肉干 还有猪肉干 我身后所处的位置呢 就是内港码头 我们从内港码头 坐三分钟的小船 到达对面 也就是中国的湾仔 湾仔呢 也是珠海的其中一个部分 从码头眺望海的另一边 就是澳门以及石榴浦 这一间位于内港历史城区的 石榴浦索菲特酒店 它优质的服务 以及它华丽的装修 都体现了法国及本土的文化精髓 优雅壮观的石榴浦索菲特大酒店 坐落于整个内港历史城区的正中心 它就像是一颗废墟中的宝石 与那些破旧的街道 还有码头大楼 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但是对于欣赏风景 和娱乐消遣来说 它的确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距离石榴浦 一步之遥的地方就是康公庙 康公庙建于1750年 这个古老的道庙里 供奉着掌管财富 以及战争的神 康公真君 从寺庙的后面走过去 经过几间小商店和小餐馆 你就来到了圣安东尼教堂 它是全澳门最古老的教堂之一 只建于1558年 这座公园建于1770年 位于公园里的这座高雅的欧式小别墅 曾经因属东印度公司总裁官邸 是英国商人在澳门的聚会点 白鸽潮公园 是澳门最古老的公园之一 但是这片树林 应该不会永远这么平静下去 穿过狭窄蜿蜿的街道 经过一间间的传统饼店 又回到了游客的聚集地中间